好的我们在线下呢 把这些工具还有武器都做了一个简单的升级 升级之后呢 它们的功能会更加的强大 然后呢我们在罐子里边放了些食物 还有一些下坑的工具 这一期呢我们就要下矿挖一些资源 然后来做一个高炉啊 有了高炉之后 我们以后烧矿就再也不需要这个煤坑了 下矿之前呢 我要把这个鱼网蛋上 把我们家里边的捕鱼陷阱给它更换一下 虽然说我们现在不知道风风雪什么时候会来 但是家里边的食物储备多一点 总归是好的 好来把这个鱼网给它换一下 这个已经破掉了啊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鱼了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边 这些食物对我们来说真的特别重要 我们这一次下矿的主要目标呢 是挖一个叫做镊黄铁矿的矿物 我们还是要去之前那个峡谷里边去找一下 这个峡谷应该特别深啊 这边有很多怪 两只小白打了起来 我们要找的镊黄铁矿 一般都分布于这个比较深的洞穴里边 所以我们越往下走越好 这边还有土力怕 哇这上面好多小白裤袍呢 这边的怪是真的太多了 下边还有 不管了直接跑 幸亏我们做了一整套的铁装备 要不然下到这个比较深的洞穴 真的是特别危险 这边还有苦力怕 哦这边好像是一个死胡同啊 觉得吧 这边上不去 这什么东西啊 朱砂矿石 这应该是红石啊 我们之前挖的过 这边还有一些 什么东西啊 黄铁矿矿石 这个东西我们家里边有啊 就不挖了吧 这边还可以走啊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叫做 镊黄铁矿石的一种东西啊 先把这边的镶石解决一下 这边还有些矿物啊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 这边是银矿石 这边是黄铁矿石 但并不是镊黄铁矿石 镊黄铁矿石 这个东西应该也是黄色的啊 和金子应该差不多 这边是什么矿 这个矿物好像没有见过 哎 这是镊黄铁矿石兄的吧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是白色的呀 不应该是黄色的吗 还有黄金啊 那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挖啊 因为它是做耐火砖的必备材料 而耐火砖呢 又是我们搭建高炉的材料 OK这边的镊黄铁矿石 已经全部挖完了啊 一共得到了两组08个 收获还是特别不错的 然后这边还有些金矿啊 这个金矿我们家里边没有 也带一些吧 稿子的耐久不多了啊 我们把这个普通的铁矿拿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铁矿 是经过改造的 不能把它随便都爆掉啊 然后把这个铁矿挖掉 然后我们再挖一些其他东西吧 下面还有铁矿啊 多挖一点吧 好的一段时间过后呢 我们挖到了两组多的镊黄铁矿 还有一组的金矿 还有很多的铁矿啊 我们现在应该就可以回家了 这边还能走吗 这边是一个死活 对不起 这苦力怕真吓我一跳 我不应该喊啊 不应该喊 这苦力怕是真狗啊 吓死我了 我们现在背包里边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还要找一下出去 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 经历的第二次死亡 但是还好 我们的物资都还在 只不过经验损失了很多 不过也没有关系啊 好的好的 我们回家啊 回家把这个高炉做出来 有了高炉之后 我们到这个燃烧矿物的效率 要提升好几倍啊 真的没有错 好几倍 而且还可以接受很多的材料 不过这边的僵尸 为什么有这么多位啊 OK 回家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 镍黄铁矿石给它烧制一下 镍黄铁矿烧好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镍定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铁矿 还有镍定放到这个炉子里边 把这两个东西放进去 熔炼一下 一个镍定 一个铁矿 不过我们这个煤炭需要换一下 我们现在有了燃烧效率 更加高的这个焦煤 这个普通的煤炭就丢进去吧 现在我们一个煤炭 就可以换到一个焦煤 而焦煤的燃烧时间更长 效率更高啊 你看这个速度特别快 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个银银钢定 这个东西我们先留着备用 然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研究一下 这个传统机械 研究好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来制作这些东西了 青铜齿轮什么的 这些东西的制作方法 还是特别简单的 需要用到最普通的青铜定 还有铁定 好的 我们在这个坑的最下方 放一个青铜盆 上方再来一个动力搅拌器 最后我们在上方 放一个手摇驱饼 这样的话 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搅拌器就做好了 然后呢 我把之前挖到这个铝土矿 放在这个树桩上边 给它敲打一番 然后呢 它就会变成氧化铝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氧化铝 放在石墨里边 给它打磨一下 打磨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寒杂氧化铝粉 还有这个高铃石啊 也需要放进去打磨一下 哎呦 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复杂呀 兄弟们 越往后越高级的科技 需要制作的过程 就会越复杂 特别的麻烦 把这个高铃石 打磨成高铃石粉之后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铝化粉 还有高铃石粉 放在这个搅拌机里边 给它搅拌就可以了 哎 下边为什么没有反应呀 难道说我这个比较高吗 哦 我明白了兄弟们 想要让它们混合起来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锅里边 丢一些这个黏土球 有了黏性之后 它们才可以结合起来 现在我们摇这个手摇驱饼 下面就开始搅拌了 哇兄弟们 这个真的是特别的真实 OK搅拌均匀之后呢 咱们就得到了耐火黏土球 太麻烦了兄弟们 这个耐火黏土球 还需要在这个遥控里边烧一下 好 烧好了兄弟们 把它拿下来啊 拿下来之后 咱们就得到了这个耐火砖 耐火砖再加上沙浆 我们就可以得到耐火砖块 再来把这个银钢钉 给它砸成银钢板 银钢板加沙浆 再加上耐火砖 就可以合成我们最终的物品 叫做高炉状啊 我们一共需要27个 这个整合包真的是太复杂了 好的 28个耐火砖终于做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摆在这边啊 摆一个三乘三的盒子 哎 外边有声音 哦 暴风雪又来了兄弟们 把这一次天晴的时间比较长啊 这应该是第四波的暴风雪了 可以啊兄弟们 我们家里边的食物储备够 而且还有小麦 还有各种水源 我们接下来生存的问题 就不需要担心了 把这个耐火砖摆好之后呢 咱们再来用这个工程师锤 给它锤打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目标 真正的热门话题 现在我们烧矿物就特别简单了 只需要把这个煤炭加进去 然后再加一些普通的矿物 就可以烧炼一些矿物了 现在我们要烧桶 直接把这个孔穴石放进去 再也不需要做这个粘土罐 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干草 还有木头来制作了 虽然说我们制作这个高炉的过程 特别复杂 但真的是一劳永逸啊兄弟们 做好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之后 玩这个游戏的效率 也会加快很多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铜定 下面呢还会有一些这个矿物残渣 外边啊 这暴风雪就停了吗 暴风雪停的话 我们下期还是探索一下吧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索啊